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千湖的 今天来到William老师的住家 我们来看看他的鱼 然后William老师会介绍他的养鱼的过程 William老师 你好 大家好 能教教我们还是介绍一下 想把水调好 想把鱼养好 讲到这方面有两个心得 首先最主要是鱼的话 第一罐的话是要把它 获成一个 最好是储藏在一个大 大桶里面 那过后呢 那水呢 才送进我们的鱼子里 那鱼子里面呢 他的节奏完了之后呢 很重要的 接下来要的工作呢 就是要选好你这个 物理的这个过 这个过滤 之后呢 系统 然后呢 再由深化 来挂解这些方丈所不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步骤呢 就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是你有什么推荐呢 给我们新的养鱼家呢 就是要用什么材料 什么产品 才能调制好一点的水呢 最主要是品牌这么多嘛 那经历过我有 本身我最知道 因为我本身是歌唱老师 但是我对于这些东西 有比较分析要详细一点 那我用过呢 有好多个品牌 最终我是显得欠乎的 因为欠乎这品牌 不是在新加坡 我相信国际都有文明的 然后呢 因为他的品牌 好处的原因呢 就是有经过这个实验过后 国际本身的这个实验过后呢 我觉得是非常可靠 非常一定的展规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解释 好的 谢谢老师 那我们就进入 呃 第一个过程 我们要开始讲 把一个鱼缸养好的水 我们要讲走过程 然后我们需要什么用品 来养好这个水质的问题 哦 然后呢 你如果有成立好的整个鱼池了 你忽力去用好了 接下来是用里面的这一些生化菌 哦 生化玉菌啊 啊 这也是 最终 呃 我可以拿那个 我用的产品吗 你帮我拿一下好不好 啊 我用的产品来看 啊 还有那个鱼花菌啊 啊 这个 鱼 鱼菌啊 啊 最主要是要有 呃 这个叫玉菌呢 啊 我叫生化玉菌的固子 要给它隐藏 就是收集在里面 养活它的之后 啊 才在办事呢 开始在水里面起作用了 啊 这个是第一关 啊 啊 有了这个这个 这个生菌物之后呢 还有那个 有那个 呃 益菌 啊 益菌 啊 益菌了 我用这两个饼牌啦 两种东西 一个是饼牌 就是说 举这两个配合之下 才有完成一个 是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一个布 啊 这个是布 啊 这个是布 啊 这个是生 啊 是生化 出来化解它 是这样的 就记得 好 老师 我们想问你 怎样介绍给我们呢 给第一次的玩家 我们需要用什么产品 来调制好的水 OK啊 那最主要 就是刚才讲的 啊 怎样养好水 那接下来呢 最重要的是 怎样呢 保持水质 啊 一直稳定它的性质 那呢 就需要做一些 一些小小的工夫了 啊 首先大家看到这些 啊 玻璃区里面 第一点是棉花 啊 第二层的话呢 就是用 啊 这个是用 全部都是用的千饼的产品 啊 这个我们叫山鱼 那第三层里面呢 就是用了这个 生化菌固质 啊 第三层 对这三层来组织的话呢 啊 啊 给它玻璃了之后呢 只有上层这个呢 你一定要清洗 那下两层 暗藏这些 有生化菌来的 不要去清洗它 一直要保持它 啊 就是说 六个月啊 九个月无所谓 啊 上面呢 这个棉花呢 也就要清理清洁 你可以每天 或者两天 然后这样的做好的功夫之后呢 它很重要 那水里面 水是这样 清洁 必必是健康 那如果水肮脏的话 当然就是不健康 所以清洁的话 那为什么会最要 标准来说它 是健康的水呢 最主要是要用屁股水 用屁股水来凉 凉它在屁股水里面呢 稳定了之后呢 这才是水呢 才真正的是健康的水 那屁股多少呢 在不同一类里面呢 用的 这个皮股水不一样 比如我的经验 是用罗汉 跟这个鲸鱼里面呢 它的皮股水 维持在7.5 7到7.5 最好的这个皮股水 它肯定是健康的水 所以要健康的水的话 它 有了健康水 它就很难吃东西 就证明整个东西 已经这样的配合 用下来的 好的老师 那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就是你要怎样知道 鱼生活的好还是不好 然后鱼的食量 通常会一天里面会几次 就是说鱼的吃法 会跟别的普通的鱼不一样吗 还是你自己会有一个时间 还是配方来自己喂那个鱼 好 好 其实 养鱼胃的方法 有很多种 就是因人而异吧 好 那我最主要 刚才我讲过呢 你的这个水制好的时候呢 你鱼儿会吃 就表示是健康的 那我的胃法里面呢 是从早晨一次 那再胖了一次 所以两次里面呢 我的养法是这样 所以鱼儿呢 就会比较看起来 比较豐满一点 想豐满一点 如果你没有空呢 一天一吃也行的 那不一定说要两次 这是应你自己本身的时间来调整 老师我想请问你 我看到这个爱洁系统 你觉得这个爱洁系统 你觉得这个爱洁系统 对于我们的鱼池的水 有什么好处吗 这个 这个要大家为我特别介绍一下 大家看到 这个爱洁系统里面呢 有很多品牌都有 可是我们选千湖的呢 因为它里面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电解媒介的一个system 所以呢 它更进一步 更有更透彻的 把水质呢 做得更细的 更清洁的 让它产生 你看 这个鱼池是特别的 你可以从这边拍一下 我特别来用 那往后呢 我就可能就是全部都要增加 这是 你提升过更高一层的话 你在配合之下 你看这个水质很透明 这个水里面呢 这个鱼池 我比如说我差不多三个礼拜都没有做完 这是天使原因 所以非常非常厉害 这个变解媒介的 这个主要非常大 老师你觉得这个air pump好用吗 然后有什么帮助 可以了解一下吗 可以可以 那这个气泵 我叫气泵里面呢 它的好处低 它够 够力 也就是说什么够力 它打的这个出来的这种 这个power呢 非常大 可以到一米两米都 可以承受的 可以 而且呢 可以顺光的很大 而且呢 很重要的 除此有意之外 它非常临近 没有嘈诈声音 一点点的 我站在这边都听 大家听都听不到 所以 它是好处在这边 老师我想问你 你这些鱼呢 你大多数是用什么食料来喂它们呢 哦 这个讲这个也是有性格 其实我在之前 呃 一年前多的时候 我一直在 研究这个问题 买了好多品牌来使用 哇 最终 我还是觉得 用这个 真的很理想 那怎么理想 我讲 就是我的用 用到这种性格 因为你用这个料呢 它最主要 它的这个 吃了鱼儿切了之后 它很快就消化掉了 比如说 鲸鱼里面 最怕它吃了之后呢 它的这个 胃部消化不好 它会把它鱼儿 会反过来 所以 用了这个鱼之后呢 我就没有这个担忧了 所以它吃饱了 好饱的话呢 它很快就消化了 所以这个物理的存在 就把它消解掉了 真的是很重要的 老师 这样你觉得 为了这个鱼料过后 那个颜色有什么特别吗 OK 首先呢 我在发学着 用的这个 鲸鱼这个料 最大的 第一个反忧是黑色 很快黑色就会 在三天到五天 你可以看得出 它黑色呢 非常的 这种 金铺细练 那接下来呢 其他的颜色 就很快的 就接着 接应上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 老师 罗汉的鱼料 你有什么好介绍吗 哦 这个 来到罗汉的话 那好 那首先呢 我是经过挑选的 最正我挑选的 这两种 这是比较适合我本身 目前养的 这两个鱼料的 就是第一个 这个呢 是给它增进头部 还有 颜色 那这个呢 是正经它的 这个 透彻它的 功量的性命 这两者配合之下呢 就 比较 很符合 也比较齐全 那老师我想问你 你是两个都 参在一起胃呢 还是 隔胃 可以 你可以 比如我是两次 就是早上一次 跟晚晚一次 你可以分成 餐也可以 那可以分成 个别胃 一种一种也可以 好 这 我 你 那 似义 你 我 不得了 你 我